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 他又和武雄不一样 不像武雄的玩世不恭 山本出身卑微 一心想要的 就是在战场上证明自己 他的这支徒狼队 耗费陆军部巨子 上层对此事一直持有反对意见 人为山本的思想太抽签 不切实际 所以他不动则意 一旦行动 就一定会一击重地 因为他负担不起失败的代价 他真的从来都没有失败过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什么人 不不 少君哥 这么晚还出来巡查 这天都快亮了 出来散散步 有什么情况吗 一切正常 你这活不好干 咱们没有射明哨 只有暗哨 你这是最后一道警戒线 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警政长放心 我走这么近你都没发现 你让我怎么放牵 是 打起情人来 是 玉米 玉米 娃 Pom 玉米 玉米 老爷 这次咱们没有走啊 还真对了 怎么讲 我们军部又下达了新的任务 明白了 我马上回避 你回避什么呀 要是让你回避的话 我还告诉你干吗 说 贵党需要我干什么 希望你能给少君他们送饭 送饭 不过进山可难哪 十元就在山里 到处都设了少恰呀 这个你不用担心 只要把东西送到巨龙县城就可以了 巨龙县城 田振兴的地盘 来吧 喝茶 你看看这儿 班长 申请有明信 好 对家 来 我跟你说点事 怎么了 政委 这少君是怎么回事 怎么还扯出个三十九团的乡吼来了 说的是不是田路那个丫头 政委 你怎么什么都关心呢 我这只是关心一下同志们的生活 我俩挺好的 那就好 哦 对了 田路呢 已经送回去了 太好了 陆军 赶紧召集队伍 我有好消息要宣布 是 怎么了 好 孙金哥 换上说开会啥事啊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俩现在得去帮我执行个任务 啥任务 昨天晚上我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陷阱边上 有被掩盖过的痕迹 所以我认为这是有人在故意掩盖 对 已经通知少民别进林子一面无伤了 我没说是我们的人 我怀疑是鬼子 不可能 要真是小鬼子摸上来 咱能发现不了吗 所以摸上来的鬼子一定不简单 我也很担心 你们现在去林子里看一眼 如果真是鬼子的话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再来 好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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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围拢一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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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前段时间 小鬼子烧村庄杀百姓 相当猖狂 可咱们呢 手里没有金刚钻 有心杀敌 无力回天 老实讲 别说你们呢 我心里都觉得窝囊 不过刚才啊 我收到军区的一封密信 我觉得 这是一个鼓舞士气的好机会 要给大家宣布两个好消息 团长 这会儿 你们俩就别畅调了 有啥好消息 赶紧说呀 对啊 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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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嘛 这封信上说啊 郑少军统治 和他所率领的小队 在查明日本天照计划的情报中 有重大的立功表现 军区领导们商议决定 反发给我们集体一等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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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大家要感谢郑少军同志 全体同志 敬礼 敬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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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开会啥内容啊 老师 回去问邵星哥呗 好吧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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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怎么来这么多小鬼的 这要少女哥也说中了 不是 咋个步入那么多地雷和陷阱 咋就一点东西都没有呢 小鬼的 难不成是飞上来的吗 估计咱是没事 咱还那么多地雷呢 要不你先盯着点 我回去报信去吧 行 你先回去吧 老大 我盯着 咱们把这个好消息啊 是精神上的 给大家鼓鼓劲 怎么着 还有物质上的好消息啊 是啊 那是 为了配合咱们捣毁日军机场 阻止天照计划的行动 军区特别抽调了大量我们急需的 枪支弹药 食物药品 正在从青城秘密送往聚龙滩县城 真的呀 太好了 那正说咱们有枪打鬼子了 对 现在就是啊 就咱们想办法把这批物资 从县城弄出来 以后就有本钱和小鬼子一较高下了 好 太好了 我要去 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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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扔扔什么呀 抢什么抢 咱们现在那是八路军 那点要有规矩 是吧 唐长 俺老赵 祖上那可是压镖的 像这种事啊 那只有俺呢 到了你这一代就变成结标子了 受什么事啊 受什么事啊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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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团长 你可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 这任务交给俺一转没跑 再说再说 这 你闭 你闭 团长 小鬼子摸上来了 有多爽人 没看清啊 不过他们的服装跟装备 跟以往的都不一样 现在猴子一个人在林子里盯着呢 我回来报信呢 团长 俺和胖子先过去想想吧 去吧 走 展伟 老规矩 我和少君掩护你们 少君 独卷 抓紧安排乡亲们 到安全的地方 是 走 有狙击手 用火力把他给我找出来 狗哥 这么黑招啊 什么情况 猴子 在林子里边 阻击小 did amount 这小鬼子 离这儿可不远了 咱们再不去 猴子就有危险了 听枪声鬼子的火力很猛 用的武器也不是日军的标配 硬拼的话 肯定会出声 江大长 你跟二哥去村口防御 帮他 你跟我去捞猴子 小心啊 以拓为主 不要恋战 小军哥 没事吧 没事 你可算来了 要是再晚点 俺可真扛不住了 行 有时候没把他们给我炸出来 小雷 小雷哥 这帮鬼子怎么这么厉害啊 刚才我每开一枪 他们都知道 知道俺的位置 这些人是特种部队 所以我们不能应可 啥部队 啥部队 没时间解释了 我们想转移 好 听我的命令 兵分两路 全接八路 你一定就在附近 继续战术推进 是 继续战术推进 是 继续战术 小鬼子 继续战术 小鬼子断在后路了 胡子 你还记得买雷的地方吗 是 待会咱俩朝雷区射击 那这会儿一个都不留啊 什么都没了 以后咋等啊 这波鬼子拦不住 我就没以后了 胡子 啊 待会我们俩朝雷区射击的时候 你把所有的手机弹 都往雷区里扔 你 等不住小鬼子的时间 那不是瞎扔吗 继续战术 喂 好 好 喂 喂 不错 既然用引爆雷区的办法 这当我们的视线来逃避追击 再追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过这个对手 我倒是很感兴趣 撤 清城商会拜托的事情 我田某义不容辞 好好好 放心吧 好好好 好好 一定办到 好嘞 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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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去把刘仓们叫来 是 报告 进来 团长 什么事 我有一个朋友 押了批私货到咱们巨龙县城 让咱们关照一下 你跑一趟吧 团长 私货啊 啥好东西啊 怎么分的 不是 你以后能不能别这么贼眉熟眼的 你看看看看 你这眼睛都绿了你 我可告诉你啊 我这个朋友那都是手眼通天的人物 你可别打人家东西的主意 你要是坏了我的官运 我扒了你的皮 团长 这玩哪儿赶呢 您放心 我这就去 去去去吧 去吧 我呢 这 太他娘都窝囊了 刚想着 这援助的武器到手啦 就能和小鬼子好好的干一架 这可倒好 这 这东西还没到手呢 就又让小鬼子 你也能满山跑 二哥 你先消消气 这是一支特种部队 和我们在连牙一块都武装了 凭咱们这点装备 打不过 很正常 感恩吧 要不是咱们在地势上占有势 跑都跑不了 这支部队 到底什么来历啊 肯定是为了天照计划 否则的话 这么精锐的特种部队 不会出现在青城地面 对 咱现在已经知道了 小鬼子的目的 很多事情 就水落石出了 从他们进入青城一开始 就在处心积虑地 倾角周边的抵抗力量 我相信 任何一个指挥官 都不想看到 自己的秘密军事技场周边 和敌人活动 这支特种部队的出现 足以说明 不知道 机场很快就要起了 这 咱们一个五人都还没对付完呢 咋又出现这么一个特种部队 好啊 不就是看俺手上没家伙吗 要不然 俺一定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 这支部队 比五人的部队厉害多了 不缠掉他们 咱们连山都出不了 好 何况 要端掉机场 可咱这一味地跑 也不是办法 那 那咋办 要和这样的部队交手 一是凭火力 而是凭人手 可这两样 我们一样都不占 再这么拖下去 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了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宋军 你和你的小军队 有特长的经验 看了能不能找机会下山 偷偷摸进县城去 摸摸他们的老底 还有啊 云区沿州的物资 可在巨龙县城 也得尽快拿到手 冬云 团长 咱可是说好的 这物资这事是俺去啊 你不知道 这批物资啊 就是青城商会 暗中帮忙运送的 当然是邵军去最合适了 我爹 这是客栈地址 你到了那儿 会有人接应你 团长 君主武器啊 说好是俺去的 就是俺 你自己要求的 我啥时候答应你的 快快 给邵军 俺不 俺要去 不 快 二哥 好歹你也当过土匪头子 怎么还耍上来了 我给你拿两块糖 不 好好好 你一块去 醒了吧 保证我承受 还是 还是俺收着啊 我给你 你 你 真是 来 走啊 老将 走 走吧 走 怎么了 前面等你啊 这杜鹃跟韶军 已经不是简单的战友关系了 你怎么没看出来啊 走了 我有事找你 这 这是真的 走了 走吧 这次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去了 明白 现在 够比的清澈 留的大部队 保证信息的通胀 比什么都重要 伯母说 做一个女人 要能够帮助她的男人 她想飞得高 就让她飞得高 想飞得远 就让她飞得远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事 能够平安回来 我们有没有跟你说了 这个时候 女人应该抱抱她的来爱 好 她的女人 是 女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哥 走了 别 好了 你该走了 我会走的 走啊 我走了 你快点 走 你快点 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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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无人军 你竟然背着我 以天照计划的名义 调来了山本秀义的特种部队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一声 事出紧急 所以没来得及请示将军 胡闹 不过 总算这次行动完成的还算成功 我也就不再为难你了 省得你总觉得我这个人不近人情 多谢将军 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行动 既然让你负责留守巨龙滩 你到底怎么行动 这是你的自由 你自己做主吧 我不会过问的 我只有一个要求 天照计划的是非 马上就要开始了 就是牺牲你自己的性命 也不能让我们的敌人 靠近我这里 明白吗 是 是 好你个使元 你等着吧 我一定会消灭八路 证明给你看 二哥 有日子没见了 拿点东西怎么还这么心急活了人 兄弟 瞧你这话说的 明显是站着说话不嫌妖逃 你们在清城干的那个是热火朝天 别提多过瘾了 可是想想 我呢一个人在山上 这个不是放风 就是转移什么的 总共也就没放过几枪 你又不是不知道二哥 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这不是要把洪洪给憋死吗 明显 我一猜 你这毛病就是憋了 行 该事吧 你也得多理解 八路军缺枪少炮 总不能老是拿着菜刀 跟小鬼的硬拼 夺得藏藏的也是在所难免 你都担待 就是这么说嘛 所以啊 所以我才着急 我得赶紧的 把这批一元柱的武器啊 都捞回来 一来 这也算是一件功劳 二来 咱又是有了武器 就能真刀真枪的 给小鬼子干了 到那时候 多踏实 多带劲啊 二哥 你放心 这会儿我们肯定不跟你想 全都给你啊 别劲 别劲 我手里还插包好长枪呢我 猴子 兄弟 我瞧瞧您了 您就别惦记了 你们小分队的武器 那已经是够好的了 兄弟 咱打个商量 这回咱不解乎了行不行 里面有一件 算一件 我都得拿回山上去 行 到时候 你躲不躲我包饺子 我都不管你 你看 我当然看看 到底什么好东西 我都必须要拿回山上去 每天都要帮山上去 我们不开山上去 我们是有借山的 我都不开山下来 你走 你走 我都不开山下来 这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 长几个脑袋也不够啊 好 你个心甜的 你是让老子来住手吗 好 既然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小二 起上 慢走啊 满了 至于吗 这两天我没少带你们吃好了 怎么还是这副吃鲜 你哥 你这么说就不对 咱们八十天有纪律 不能浪费一粮食一粮一米 咱们俩那只手纪律 小二 小二 来了 纪维还听点啥 不是 这个给你打听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他怎么去啊 这是货债 出门往北 过三条街就到了 谢谢啊 没事 兄弟 这两天巨龙一带来了一群日本人 穿着打扮都不太一样了 什么来着啊 这位爷 现在兵荒马乱的 你就别瞎打听了 知道多了 对您也不是好事啊 师傅跟你说吧 我们哥几个啊 在青城就是侧候黄军的 这次来这儿也是报到 要想把黄军给侧候好了 不得知根知底不是 呦 原来是黄军的人哪 小的有眼不知泰山啊 您刚说的应该是屠郎队 前些日子才到我们线上来 最近不常见了 应该是去山里头打八路去了 报到的时候 没瞅见这帮人 那他们住啥在哪儿啊 这小子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们县城地方不大 能驻军的地方 也就是黄军军大院 他们那个天队长人挺好 以前可以随便进出 不过现在管得严了 诸位可能也不容易进去啊 兄弟 多谢 谢谢爷 谢谢爷 有什么分不请管说啊 你去吧 兄弟 那接下来怎么办 这会儿天色不早了 咱们得分工 伯子 你跟我去北京大院 二哥 你带着胖了 去货站接货 明天一早 咱们就在这儿见 得嘞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这就走啊 你还不知道我吗 现在客栈里边 躺着那么多的硬货 我这心里边吃痒痒 等不了了 胖子 别吃了 走 不能生一厘米 你说的都是真的 绝不敢欺瞒太军 跟我进来 是 你等一下 是 走 去走 走 走 就走 我esa 你走 你走 刘采谋长 你凭什么断定 这批武器是给拔路的 回泰军的话 皇军肃清清城 这县城的附近 就剩下一个三十九团了 但这些日子以来 他们一枪未开 上级配给他们的武器弹药 堆都堆不下 根本就不需要补给 所以我断定 这批武器 肯定不是三十九团的 既然不是三十九团的 那我想除了拔路 恐怕就没谁 更需要这批武器了 有喜 你做得很好 愿为皇军需要全马之劳 常业军 立刻把货战包围起来 还有 把山本老弟叫回来 是 属下这就去办 不过山本正在追击拔路 叫他回来合适吗 再合适不过了 告诉他 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他 是 太军 我先走了 应该是 跟他去看 放弃 庙子 应该是这儿 好像是 进去看看 散开 把这两边都给我放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眼瞅着盗嘴的肉 咱俩瞧鬼子就登了线了呢 早知道是这样 咱早来一步 早来一步就好了 咱俩得亏晚来一步 要不都得被堵里头 你不知道 我这个团长夸下海口了 说是这回一招给他弄回来 现在可倒好 这盗嘴的鸭子都让他飞了 二哥 你就别挠墙了 我瞅这小鬼子也就是刚来 东西应该还在里头 要不这么的 你先在这儿盯着 我回去找邵军哥他们 等会合了咱们一块儿讲招呗 是 行吧 也就只能这样了 不是 都 都这个点了 有人找我干什么呀 说有任务 任务 好 我快走 大苹果嘞 又香又甜的大苹果 大苹果 便宜卖了 大苹果 您来一个 人命果这么酸 歇了 好 救命啊 救命啊 别打 别打了 别打呀 别打了 太好了 住手 救命啊 住手 住手 干什么啊 住手 原来是天队长呀 没事没事 小的们活动活动筋骨 绝对没事 没事啊 我看你们活得挺滋润哪 要不要在皇军那边给你们找点苦力才是看看 别别别 别 给日本人干活哪有回来的呀 小的们一时糊涂 一时糊涂呀 给老人家赔不睡 好 没事吧 没事 滚 快走 走 走 来把老人家摊子服下来 要不是长官心好啊 来大爷来来来 老夫的命啊都没了 这 这 这 来来来来 这是 来来来 这我怎么敢哪 你看 你都救了我的命啊 拿着 好 谢谢 谢谢 赶快收拾收拾回去吧 谢谢 弟兄们 还有任务呢 快走 好 胖子 赶紧走了 有人找我们 走了走了 大爷我们走了啊 慢走啊 田队长 好人哪 好人哪 大爷 回去吧 总算还有一个说人话的 要吧 满飞得扇他们几个大腿霸的不行 那个应该就是他们说的 韦军队长 天队长 咱们要不是跟上去 这事以后再说 先找着拖廊队的驻扎大员 这人看着眼熟啊 江西哥 美军你也有熟了 我说的是眼熟 谁跟你说有熟人了 好 报告 黄邪军队长天亮前来报到 是天队长 自从天队长接手了治安防御 巨龙一带的状况 有了明显的改善 天队长功不可没 太军您夸奖了 主要是太军的知识 天某小有效力 不敢鞠躬 天队长人才难得 所以 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想要交给你 属下远干脑涂地 不知是什么任务 有一批重要的物资急需运送 需要你来协助 没问题 不知道太军要送到哪里去啊 西山岗烧 西 西山 小的听说那里曾有八路出没啊 正是 这 这 怎么 你不愿意 属下不敢 太军您也知道 我们黄邪军的战斗力 这万一遇到八路 这 这 这 天队长 这是大佐对你的信任 难道你 不敢不敢 只要黄军相信我 我一定立保物资周全 好 那就明天一早出发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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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